伊朗报复将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,以色列光天化日之下,竟然空袭了伊朗,并且杀死了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哈尼亚,这件事如果伊朗不打回去,这个大哥真的就不好当了,因此站在政治上,伊朗必须打回去,必须告诉各方伊朗惹不得,所以伊朗直接打击以色列是一个必然的选择,不会有第二个。 为此伊朗已经召集了一众小弟盟友,准备对以色列展开联合反击,实现最佳的打击效果。 基于此,有人就提问了,伊朗和盟友对以色列的这次军事报复,是否会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呢? 其实就像去年巴以冲突最初爆发的时候,我说的那样,第六次中东战争其实早在去年十月,巴以冲突再次爆发后就已经开始了, 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就处于第六次中东战争之中,只是相比过去中东战争的模式。 这一次的中东战争和历史上的五次中东战争都是不同的。 历史上的五次中东战争,本质上是战后秩序奠定后,局部秩序的重组,是镶嵌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的地缘博弈。 所以五次中东战争每一次都是以色列营,而且越往后以色列的优势越大。 战争周期也都非常短,但是这第六次中东战争和前面五次中东战争都有本质区别。 所以有必要非常详细说说,那么这第六次中东战争和前面五次中东战争有啥本质区别呢? 区别可太大了。 因为这一次的中东战争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,是数百年一遇的全球性大变局的大背景下。 因此第六次中东战争只是这变局中的一部分。 前面五次中东战争是在战后秩序稳定过程中的事件,是大局早已定下来后的局部事件。 所以伊斯兰国家怎么与以色列斗法都是输,而且越输越惨,输得怀疑人生。 最后向美国投降了,其实本质上前面五次中东战争,都是美国和中东伊斯兰国家打敌代理人战争,和美国打代理人战争当然输。 中东国家的实力怎么可能与美国相比呢? 然而现在可不一样了,现在是全球数百年政治经济秩序重组的开始阶段。 这个时候的第六次中东战争,只是这个将持续数十年的博弈的一小部分。 因此它怎么可能那么快分出胜负呢? 可是毫不夸张地说,中东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,会持续很多年。 最终的结果甚至可能要再持续,五年到一零年乃至以上。 这场中东战争结束时,咱们已经统一了台湾,这场战争一定是从巴以冲突开始逐渐向周边蔓延, 然后不断有国家卷入。 伊朗现在正在被卷入,但伊朗被卷入的过程时间将比较长。 而以色列与伊朗这种你来我往的过招,也是伊朗卷入过程中的具体呈现。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说第六次中东战争是否开始,而是已经开始。 只是这次中东战争与过去的呈现方式不同,这种不同源于其时代背景不同。 因此我的判断是,相比过去而言,这一次的中东战争持续时间,卷入国家与规模都会比前面五次大很多,其影响也会大很多。 我们只有充分理解了这一点,才能充分理解这次中东战争的发展过程,以及这场战争的呈现形势。 我们现在看到的,其实只是整个中东战争的冰山一角。 当然这场中东战争,也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冰山一角。 我们明白了这些,就能一定程度看懂这次中东战争,为啥和过去表现的不同? 为啥大家在选择上速度都比较慢? 往往都会选择以时间换空间,甚至很多时候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表态,不行动。 就像现在不但伊朗表现很沉稳,大家看看沙特等阿拉伯国家,那不是更沉稳吗? 甚至大家现在都看不太清楚,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到底真正的立场是什么? 大家之所以看到这样的状态,是因为这些国家都非常清楚,现在站错对了会粉身碎骨,事实上档下已经有了非常现实的案例,那就是乌克兰。 乌克兰之所以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,就是站队太快,站错对导致的。 对于这些中小国家而言,他们一旦站错对,面临的可能就是战争,灭国。 这种情况下谁敢轻易随便站队不是,第六次中东战争已经开始,只是时间会持续很长,规模也要比之前五次中东战争大得多,卷入的国家也将大得多。 这场中东战争之后,按照现在以色列的做法,这个国家是否能存在真的是存疑的? 在我看来美国和以色列在战略上,都犯了根本性错误。 美国最大的错误是与中国为敌,把中国视为第一战略对手。 可能有人会说,美国过去在对付,像苏联、德国、日本这种老二的过程中都赢了,并且获利巨大。 为什么用几乎同样的招数对付中国就是错误的? 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,一是中国和上述三个国家有根本性不同, 且中国没有主观上与美国为敌的意愿和意图。 苏联一直与美国争霸,两霸相争必然斗个你死我活。 德国和日本就更不用说了,二战战败国,美国驻军,他们本来就可以任美国宰割。 中国不与美国争霸,这是中国与苏联的根本不同。 二是美国不择手段对付中国,是对自己的巨大消耗。 美国不择手段对付中国,后果是什么呢? 就是对自己产生了巨大消耗,美国军事上的优势就变成了经济上的劣势。 美国如此消耗下去,根本不用和中国打,自己就崩了。 以色列在战略上也犯下了天条,以色列犯下的错误比美国还大。 因为美国毕竟是世界第一强国,其容错空间还是很大的。 以色列不一样,弹丸小国,而且是从他国抢来的弹丸领土,又生活在好几亿伊斯兰人口中间。 所以其容错空间非常小,一旦荡击了国家可能就没了。 在当下美国加速衰落的大背景下,以色列最正确的战略应该有两个。 一个是另找大腿,多抱几个大腿,这样万一哪个大腿断了? 不至于说亡国,总有大哥撑腰才能获得保全。 另一个就是利用大国博弈与周边的敌人实现和解。 只要这两点做到了,以色列在中东这个地方,就算是彻底立足了,站稳脚跟再发展好,长远看没有问题。 但是以色列现在想的是啥? 以色列的想法是,只要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,帮助以色列打垮伊斯兰国家,实现大规模扩张。 那么以色列就能在中东地区站住脚跟。 然而以色列忘了一个事实,它只是一个小国,以色列独美国替其搞军事扩张。 但不要忘了,一则中东伊斯兰国家总人口太多,二则在伊斯兰国家背后,站着中国和俄罗斯。 如今的美国既无法按住俄罗斯,更无法打败中国。 以色列又如何能依靠美国的力量,打败有中俄支撑的伊斯兰国家呢? 战略逻辑上都说不通的。 现在以色列对着准备不足的伊斯兰国家疯狂输出,好像看起来局面上还占上风。 问题是随着伊斯兰国家越来越团结,以色列对抗整个中东国家的成本会越来越高。 这个消耗以色列支撑得住吗?美国支撑得住吗? 我为什么一直奉劝以色列早点到北京,早点听听中国元首给旨的名路? 就是因为只有那一条路,是以色列真正可以自保的路。 其他的路都是奇路,都会失败。 然而以色列根本不重视中国的建议,只是一味的行使霸权。 这种战略错误,随着时间的推移。 其修正回来的机会窗口会越来越小,后果会越来越严重。 美国和以色列都犯下了战略性错误。 而且这种错误现在他们还没有任何修正的迹象。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世界会非常动荡。 但美国和以色列的未来都非常堪忧。 既然是算错了,未来就必然付出惨重代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场isy 转发 场哐 场犯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